今天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來玩玩看Google Earth 那首先第一個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國內的 第一把交椅 這個是廖專志廖老師的 雖然他已經退休了 但是呢 你看他寫了四本 我今天有帶一本來 這就是 他的第四本 那為什麼特別帶這一本來 因為呢這一本 應該是目前國內 我找到唯一有介紹很詳細介紹我們Google Earth的一個操作的 那這一本的話其實 您可以不用買沒關係 因為圖書館肯定借得到 真的借得到 那我是覺得個人是覺得 我都還蠻喜歡他的書 所以四本我都有買 很棒啦我覺得說 因為Google Earth呢 其實 他應該是1984還是1986開始 就 成立之後 其實你看 這樣幾十年下來 幫我們 人類記錄了地球的變化 那麼我們先看幾段 亮老師的 這個地球的 這個應用 你看在我們這邊 簡報的第三頁 來這裡 我把它放大一下 左下角這裡的南位 叫做 您就會發現 哇這個 我現在 解析度 我把它 變高一點 這樣有用 例如說 好 這樣比較好一點 這個就是Google地球的一個操作畫面 好那我們從後面這邊 所以其實像 這個部分啊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我們上課 不管老師在上 所謂的 社會 還是人文 還是地理 甚至是 其他的 生活相關的 其實這個都很 很方便的一個工具 讓我們可以看 可以做動畫 有沒有 但是在更南邊的 外線 我們 沒有 空拍機 你也不可能這樣拍啊 對不對 所以 利用這個Google地球 我們竟然可以做到很多 以前做不到的 那您看像這一段也是一樣 這個 跟歷史做結合 我們常常有一些歷史啊 比如說你看他這個在講的 52國的 到底是哪些國家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以前跟現在的就泡流在一起 以前你要做這種事情 好像是教育部的事情 就是教材他們要負責統一製作 但是現在你可以做得到耶 所以這個其實 真的很棒 那 在我們那個 楊正順老師的YouTube頻道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 當然書上的 他也有介紹很多的這些 地圖資訊的一個應用 一樣都有QR Code 就可以連到他這個上面去 那當然如果您對於 亮老師他在 這個部分 比如說你看到有一些 網路上有他的演講啊 也都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 真的 看一下 就是 他在這種地圖的 還有Google地球應用上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 把很多東西用 視覺化的方式表現出來 整個感覺 然後你對於整個地理空間 時間的 這個 掌握就會比較高 這個是一個 蠻特別的 那 接下來呢 有一個網站 叫做 叫做電腦玩物 我相信你應該有很多 老師或朋友 有看過這位 電腦網路站長 他所介紹的文章 他介紹很多時間管理的 但是呢 他還有一個 也介紹很多的 就是 他介紹非常多有關於地圖系列的 不一定是Google地圖 他有很多的 地圖的一些 應用網站 的介紹 我從那邊我都學到好多 所以呢 您可以去看一看 比如說你看這有古地圖啊 你看台灣的 甚至呢 你要找 其他的一些 很多有趣的地圖的應用網站 您在這邊都可以找得到 他地球的部分 Google地球介紹比較少 但是地圖的 真的好多好多 所以您都可以到他網站稍微 參考一下 那所以我們 前面先 介紹幾個有關於這些地圖的應用的一些 就是 案例先給大家看一下 另外 這個 也是台灣的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在收聽這個 教育廣播電台 我發現 現在大家因為 影音太方便 所以 感覺起來 聽廣播好像變得比較少 但是其實廣播就是podcast 對吧 所以呢 其實 這裡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因為這邊有一個 主持人 叫做 關青會 他主持這個自然筆記已經好久好久了 應該有快20年了 你就會發現一個廣播節目可以 主持自然的 竟然可以主持到20年 這個 真的非常厲害 我們 我常常在上面就聽 聽到一些 森林的一些 聲音 很棒啊 那另外像下面這裡 有新奇講座 像這個 他就 介紹到 守護山林的部分 那 他們有成立一個 比較特殊的 叫做 自然 聲音地圖 沒有想到 森林的聲音 也是一種自然資源啊 對不對 那你 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聽聽 不同台灣的地方 他的 這個 聲音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台灣有 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 有一個 第一個 森井 保護區吧 有世界認證的 聲景 聲音的景色 所以這很特別 所以你可以參考 因為 在這一篇的那個 就是廣播裡面 他有提到 您都可以參考看看 教育廣播電台的 他會有留60天 就是他的廣播節目會留60天 所以您都可以隨時像Podcast一樣 隨時的重新 重新回去聽 所以你看這也是 很不一樣的運用對不對 這叫自然聲音地圖 喔 所以 你可以發現 好多喔 這些應用 那最近 為了要洗刷 台灣的行人地獄有沒有 也有老師發起這個 現在公民運動很多 欸 你就怎麼樣 把你走在 路上 覺得有不平的地方 或者有 不大OK的 行人的這些 你就負責拍照上傳 那又變成了這樣子 就是 台灣的這些 所謂的 好就是 道路 有問題的 這個紀錄 那當然他們還會繼續看喔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地圖的應用 對不對 所以真的 其實 有些時候 你會發現說 原來 我們只要把 這個 圖資 標示出來 其實像現在 政府有沒有很多 所謂的 open data 的服務 有 所以你去內政部 他會有一個 國土 撤會的 圖資 服務 你在上面可以找到 好多好多的 包括 Vubyte也好 包括火車 公車 飛機 甚至呢 你看 我們現在 垃圾車有沒有都上 上線了 有啊 現在倒垃圾 你就不用老在那邊等嗎 你可以透過App 也可以知道啊 搭公車也是一樣啊 好所以現在有 很多的這些 open data 服務 大家就比什麼 比創意 比創新 反正 我跟你拿到的資料一樣 可是我可以想到更好的點字 那這樣子你在用的時候是不是效果 大家就可以 比較出來 所以 我們透過這些介紹先讓大家 稍微認識一下 我盡量找的是跟台灣比較有關的 其實 世界上 還有好多好多 尤其那個要鄭順老師的書 真的你看之後就發現 哇 好多資料 加上時間 這個 維度之後 完全不一樣的 好 那當然我自己上面也有 我也有一些應用 所以呢 您如果到我的部落格 進到我這邊來 那我也有 記錄一些 你可以看到我有 這個 研習地圖 因為 我自己也記錄了蠻多年的 大概 應該有 十幾 年了 好那所以呢 我這邊呢 我上過的除了會有像這樣文字的紀錄以外 那我也會把它 應用 像你現在看到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Google地圖的 Google地圖的 這樣你就知道我的足跡到哪裡 那 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你點下去 你看我 左手邊 是不是就會有相對應的 延期的資訊 我就跑出來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要自己查 我就會查一下 因為像我這個月 五月份 里程數 累積比較多一點 因為呢 到了花蓮 這個禮拜有三個 這個月有三個禮拜 六日都在花蓮度過 哈哈 好那今天就跑到台東 對不對 然後上 上 上個禮拜 又在高雄 然後又台北 跑來跑去的 好 好所以像這樣子 你看 我們把地圖 整理完了 有沒有 這樣的資訊就是更豐富了 對不對 OK 那 但是呢 這樣子 還不夠 為什麼我說還不夠 是因為我覺得 這樣好像還少了什麼 因為 少了時間 也就是說這裡 很單純只有記錄地圖的資訊 那 我就想說 那如果有 時間的話 又不一樣了 所以你看我把這個打開 所以你會發現 當時間 也變成 其實我們Google地球 也有這樣的功能 當時間也變成什麼 也變成一種 所謂的空間的維度 我們常講 立體空間 三度嘛 對不對 SYZ 可是時間 當它也是一個維度的時候 是不是就變4D 那你看喔 你看我點到這裡 好 這一邊 一樣它也是跟Google地圖一樣 對不對 也是有地圖 也是有 這是我昨天去的地方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有時間 對不對 那我透過時間 我更清楚的知道 我去哪裡 比如說這裡 我一點 然後我就回到了 這個時間點 所以 我們的資訊除了直接秀在這個上面以外 除了你像這樣 直接秀在這邊 其實呢 加上時間軸 是不是又是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好 那我們 透過這樣的方式啊 其實你就會發現 我可以用很多 那另外呢 除了我剛剛的研習地圖以外 有些時候我在寫文章 或者甚至我們家 這個 馬路 我要請他幫我畫線 哈哈 我竟然也會用到Google地球 欸 什麼意思呢 來來來 這個不是為了要介紹 FuSony的那個 但是呢 因為這個我平常比較少在公開研習就提到 因為我平常 禮拜二早上我都會去學校當志工啊 做人家不要做的 做回收 可是一做就不小心快超過十年了 好那 你看喔 因為呢 我是在瑞城國小 那 您可以看到這個 因為 他們以前的回收式是做在 校門口的右手邊 那後來呢 搬到這裡來 可是 欸 老師你想看看 因為我要做紀錄啊 可是我又沒有以前的 怎麼辦 請問Google地圖有沒有歷史的照片 有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是只有Google地球才有 所以要找Google地球啊 對對對 因為Google地球 應該是1994 19 1984 1986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他從那時候開始記錄的 所以呢 你看我就可以從 我本來寫這篇的時候是要記錄這裡啊 但是我就回去找舊的資料 哈哈哈哈 欸 那像我剛剛講 就是 我們那個 我家 前面 因為是一個三叉路口 那 本來呢 他 那個馬路 都有畫那個 就是那個 黃色的那個網狀 有沒有 好後來呢 他有一次就是 那個 柏友刨除之後 就沒有畫回去 我就說 欸我就跟他建議啊 我就說我去 去講 然後但是要有憑有據對不對 啊我又沒有以前拍照的 怎麼辦 找Google地球啊 呵呵呵 我就翻出來 你看以前 那個街景那邊 你看有畫 呵呵呵 對啊 我就找證據給他看啊 不是 無中生有 只是因為他鋪薄油 後來 把我弄掉了 我希望 是不是能夠在我們 把我們拔 弄回去 這樣比較安全 對吧 所以 你知道 我上課都有錄影的 那也是跟這個道理一樣 所以我上課 現在如果是比較 有一些 課程上比較久的 我都會有 歷史教學影片 呵呵 可以回頭看 老師的歷史 這樣子 好 所以 你會發現說 其實 就看你怎麼用它 那當然 在我的部落格上 呃 我也有介紹 一系列 就是Google地球啦 Google地圖的 一些應用 那 呃 這個部分喔 是 發現 網路上 專門教Google地圖 的 或者 地圖應該比較多一點 但是地球的 相對比較少 好所以除了剛才我們 推薦的那個 廖珍純老師的書以外 網路上你可能找得到 比較多一點的 大概是我的資料 所以 我之前因為 有到那個嘉義大學 就土木工程學系我們剛好有一個協同合作 教學的一個 課程 所以就在那一次 因緣機會下我就把 Google地球的一些教學做得比較多 比較完整一點 好所以 才會 您在這邊有看到 OK 所以我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這樣 了解嗎 可以啦 對Google地圖 地球啊 它的應用其實還蠻多的 您都可以參考